大家下午好 然后今天 大家很不容易坚持到今天 然后今天会如我赵张正 然后还有赵明山 我们两个都来自阿里 现在也是A1Cruise的一个Maintainer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样用CruiseRoute 去做一个坚定时发布 特别是对你们自己 如果有定制的一些工作负载 或者是一些流量的方案的时候的 一个方案 然后我也想跟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现在大家有没有 目前还没有使用过 A1Cruise相关功能的同学有没有 好 行 那首先要介绍一下 首先是我会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Progressive Delivery 就是坚定时发布 还有介绍一下这个工作负载 这个KBus工作负载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然后会介绍一下CruiseRoute 也就是我们那个新的一个 阶级发布的一个框架 然后后面会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个流量较度 就是CruiseRoute的一些流量较度的方案 然后后面会再介绍一下这个 我们新做的一个就是支持端到端这个流量较度的一个功能 首先是什么叫鉴定式发布 鉴定式发布的话 它其实主要是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发布都是需要能够可灰度 可暂停 是可观察 然后可能鉴定式发布来说 就是它需要能够去增量地去做发布 然后是能够去可验证的 然后可能经常是说很区别的话 可能就是跟对那种一把缩的那种发布方式会有一个主要的区别 那鉴定发布主要是 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流程 首先就是它要发布的时候 它会去 首先是会发一些这个灰度的一些实力 然后呢在灰度实力上面 我们会可能的话会把一些流量 就是比如说我们希望去做验证的一些流量 把它导到这个灰度的实力上面 然后我们再会去做一下对它去做一些验证 比如说去考察一下相关的一些业务指标 有没有什么异常 有没有达到我们新版本想要达到的业务目标 如果符合我们的预期的话 我们其实就会继续 然后继续的时候 其实也有种方式是一种继续的话 我们还是走这个分批 就是还是一批一批的来 然后中间可能还会有暂停 也还会有继续观察 也有可能是第一批验证完之后 我们就继续就直接就流适的去发布下去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般的一个 渐渐式发布的一个流程 那它其实可以很好的去增加我们整个 新的业务功能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效率 以及它的一个稳定性 然后渐渐式发布其实是构建在 那个K-Bus这个workload 也就是K-Bus workload 其实就管理一组pod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K-Bus原生的那个workload 其实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有无状态用的 主要是用的deployment deployment的 其实大家主要用的 其实它就用它的一个滚动发布的一个测量 然后它其实有几个 有几个就控制的参数 我们可以用来对它做这个发布的时候 可有用 首先是叫做max unavailable 也就是它的最大不可用 发布的时候最大不可用数量 那它这个可以控制 用来发布的一个并发度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max search max search可能是用来可以控制 就是你发布的时候可以额外新扩一些pod的 然后第三个比较关键就是pause 那这个就是它可以手动的去把一个发布的过程给它暂停住 那这个其实也是后面 CrossRouter用来去实现那个 建议式发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就是它需要发布是需要能够暂停 才能够我们才能够对它自己做观察 然后stable set其实是一个有状态应用吧 所以说它其实也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max unavailable 当然这个是1.24才新加入的一个功能 然后它其他跟无状态应用的deployment一样 也是这个最大的不可用数 发布的时候不可用数量 然后它还有一个是partition 那这个其实是表示的是这个老版本的 要发布过程中要保持的老版本的一个数量 那这个stable set的那个partition 以及就prominent pause 那其实就是open cruise后面实现这个 建议式发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我这边再介绍一下crossRouter 然后首先要实现一个建议式发布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就按照这个流程来说 可能你需要 首先你需要去调用workload 然后去想办法给它按照你新的版本去扩一个port出来 然后呢你还需要能够去去协调这个流量调度 然后让它比如说在满足一定的流量特征 就比如说它带有某一些hp头的情况下 你要把那部分流量比如说百分之几多少流量 把它引到那个你新扩出来的port上面 然后还需要说在后面的话 你需要同步的去把那个新版本的port数量给逐渐增加 同时你还得把这个流量也得同步的去放大 那这里的话其实就有两个主要一个协作 就是说得需要同步的去协作这个工作负载的那个发布 和这个流量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调度吧 那中间这个谁去做那个两边的这个协调 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cruise route其实就是要做的 其实就是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cruise route其实整体我们可以先从API上来去看一下 就是我们API是想用了一个比较简洁的一个API 首先分几个部分 那第一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是通过引用的方式 去把它给关联到了一个你们用户的已有的一个工作负载 那比如说就是一个deployment 那这里其实也就是我们跟那个现有的 其他的一些建设式发布方的一些方案的一个主要区别 就是我们采用的是一种非侵入的方式 所以说你可以直接使用你原有的 比如说KBus原生的deployment来实现那个建设式发布 你不需要去做workload本身的一个修改 那所以说这里是API上我们是引用一个workload 然后我们这个workload其实我们在cruise route里面会实现 支持多种那种workload的包括原生的deployment 包括stable set 包括cruise的这个conset和stable set 然后最近也加输了对这个cruise demon set的一个支持 所以说对无状态应用 有状态应用 以及这个demon组件 我们都可以对它做这个建设式发布 然后第二部分是比较关键的是 建设式发布的一些主要配置 首先是它可以有一些批次的一些定义 就是比如说在右边这个YAMO图里 我们看到它有一些steps的一个定义 那每个steps你可以定义说在那个steps 你想要发布多少的实例 然后在这个step你可能想要暂停 是暂停多长时间 或者说暂停等待人工的一个确认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对这个流量的 一个匹配的规则的一个定义 就是它可能是可以需要去匹配一些cookie 或者匹配一些hp头 那来做一些定向的一个流量挥度 然后后面的话 其实就是还会有一些流量本身的一个比例 相关的一些控制 就是其实就是replicas或者是wait 那个其实就是控制的是 你心每个p次里面 它这个pod要发的数量 以及对应的流量的要放的放大的一个比例 然后第三部分 其实就是关联到这个 我们对应的一个流量调度的一个相应的实现的系统 Cruise Road本身并不实现相应的流量分发的系统 我们去调用的是其他的一些流量分发系统 比如说一些网关或者是Mesh之类的 所以说这里一样我们其实是采用一个引用的方式 引用一个现有的一个流量分发的一个定义 就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的 其实是一个ingress的一个对象 然后这里其实我们支持的其实是有ingress的对象 然后还有Gateway的API 然后其实我们还支持用罗亚脚本来自定义一些流量 一些CR来实现相应关的一些流量照度 一些Path的话 它提交一个应用的相关的一些那个manifest 那它在API-SERV里面 API-SERV我们会做一个webhook 去会主要的会把对应的那个定义的 这些workload的给它进行一个托管 就是通过webhook我们就会把这个workload给暂停住 也就是我刚刚一开始介绍的那个比如说deployment 它有个pause之转 然后如果是stable set 那我们会把它那个partition设成一个百分之百 就让它让它自己就不要发布 然后让cruise route来接管对应的一个版本的一个放大的一个工作 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再去调整对应的那个workload的配置 就是就比如说你可以去调整partition 把它从百分之百调成比如说百分之九十 那就会有百分之十的是新的一个实例 如果是这个deployment的话 我们会把它底下的一个replace set 给它做一个扩容 新的一个replace set进行扩容 那这样就对它去控制它一个新版本的数量 然后另外一边比如说4.1这个partition 我们就会去这个操作相应的那个ingress 或者gateway相关的一些对象吧 然后来实现相应的一些金色确的一些service 或者是一些网关去操纵它的流量 整体的话我们会反复的做这个操作workload和操作这个网关和流量的对象 来实现这个建议生发布的一个逐渐的往后面去迭代 最后实现对这个应用的整体的一个发布 然后这个cruise route有一些核心的一些跟现有的一些方案的一些差别吧 就是首先就是最大差别其实就是非侵入式的一个设计 我们整个设计其实都是采用一种旁路接入的方式 所以说它可以直接引用各位原有的一些workload 最多的可能就是就是原生的deployment 那你不需要像Argo那样你去需要放弃deployment 然后去使用Argo自己的那个cr 当然你也不需要去改像那个flagger一样 你必须把你的那个对应的deployment名字也改掉 那我们都都不需要 就是你只要引用你们原有的一个deployment就可以了 然后呢你其实也不需要你改任何的用户自己的一些资源吧 就最典型的是一个那个HPA 因为比如说你如果用flagger的话 你知道就是它在实现它那个建议发布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deployment的在反复的创建跟新建 所以它的deployment名字会变来变去 所以说你在配这个flagger的时候 你配HPA的时候 你只能用它提供的一套HPA的机制 那我们在cruise route里其实并没有这个限制 所以说你还是可以用原来的那个HPA来做 所以说也就是第三点就是说你现有的这个工作负载 可以通过提交一个cruise route 这个CR就可以直接把它接管到这个cruise的建议发布里面去 然后你也不需要对它做比如说新建啊什么的都不需要做 然后这个如果大家觉得不需要用cruise route 也可以把这个route的对象直接删掉 这样也可以 然后第二点就是灵活性吧 就是cruise route其实是现在大家能拿到的一个 唯一支持多种工作负载的一个建议发布框架 就是它支持刚刚说的像无状态应用 有状态应用包括弟们其实都支持 然后我们今天等一下也会讲是怎么去支持一些 大家自定义的一些工作负载 然后在这个流量接入方面 我们现在应该也比较丰富了 通过ingress和gitv API再加上一些自定义的卢阿脚本 来去对这些自定义的一些网络的网络流量调度的一些方案吧 最后是可用性啊 就是这块就是学习成本上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我们其实也跟像ArgoCD什么Vela之类的一些Path有一些集成 然后这里有一个demo我可能会先跳过去 等一下我们看这个整个时间 然后再决定等一下是不是要给它放一个 就是简单一个用ArgoCD再加上一个简单一个cruise route 这个manifed就可以实现一个这个建议发布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里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个可能大家可能不清楚 就是我们拿deployment的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就是不做这个流量调度 我们只是做拿deployment做分批发布这么一个能力 这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拿那个deployment的唯一的一个能去做实现分批发布的一个这么一个方案 而且不需要额外的一些资源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原生的deployment 它现在其实只支持max unavailable和max search 那它其实缺少像stifleset这样可以在事先就暂停住的一个机制 就是它没有stifleset这样的partition的这么一些语意吧 那现有的一些可能也可以实现这种分批发布的 这些相关的方案呢它都会采用把这个deployment做一个拷贝 然后在这个实现在多个deployment之间反复切换的这么一些这些方案 比如flag其实就这样的一种方案 但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对相关deployment 关联的一些资源可能都得相应的做一些设计 包括相应去PA什么的 然后这个其实也有的带来一个额外的一些问题就是 您在使用这种deployment的比如说拷贝这种方式来实现分批发布的时候 必然就带来说会带来额外的一个资源成本 就是你必须新拷贝一份deployment 那意味着你新拷贝的deployment相应资源都得准备好 最大的情况下你可能为了做一个分批发布 你可能资源就得多准备一倍的这个资源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浪费 然后另外一次就是deployment名字也会换掉 那这个其实对于GitOps来说是非常一个不友好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CruiseRoute的话其实实现方式 其实就是就可以支持这个deployment名字的不变 具体实现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会通过webhook 把这个deployment再apply到这个yaml 在GitOps上我们就把它给它暂停住 然后让deployment控制器 本身不会去再做对refer set本身的一些增减 然后由我们的CruiseRoute来去做 做它新老版本的一个数量的一个调整 那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 其实我们所谓的原地的一个 deployment的一个分批发布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实现后来 也其实也可以保证说实用过程中 也不需要额外的创建多余的资源去创建一个新的deployment 然后保证过程发布过程中 这个deployment的名字也可以保持不变 然后现在也说了就是原生的 我们现在Cruise其实已经支持这些workload 就比如说原生deployment的原生的stable set 然后Cruise的那个advanced stable set 还有这边叫做stable-like workload 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发现到我们很多的用户 可能它都是一些比如说特别是有状态应用吧 他们会把stable set甚至Cruise的stable set的代码都烤一份 然后指数是在它原有的CR上面增加一些字段的很典型的一些 数据库这些应用很有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搞数据库中间这些那种 都是可能这种方式 所以说在Cruise route里面 如果我们识别到你的workload名字叫做stable set 不管它是哪一个API group的 然后如果说它又提供了像partition这样的字段 我们就会用stable set一样的机制去对它做这个坚定式发布 这个是目前已经支持的 然后demand set就是目前也支持就是Cruise的demand set 因为Cruise的demand set现在支持那个 跟stable set一样支持那个partition字段 所以说它现在也是支持对它做坚定式发布 其实可能demand的话更多的其实主要是做分批发布吧 那分批发布的话这样大家维护一些这个节点组件的时候 就能够更好的去做相应的灰度和验证 然后现在是其实我们有一个工作正在做 就是我们会在想要通过定义一种自定义的 就是让用户把自己使用的那个workload给提交 就是这个我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有一个叫做workload definition 那它可以就是说如果它只要有类似于replicate template以及partition这样的字段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份定义来去做对它进行操作 当然这个其实有一定限制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求说 它一定是可能是跟stable set一样去这样去work的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也发现社区上 其实可能有很多人图状态用可能它其实比如说大家自己写的 可能是比如说是照着deployment来设计的 那这个可能得我们得再重新设计一下 然后这里其实大家我可能也想问一下 大家这边有没有自己在生产环境用过自己写的workload 特别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这样的workload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那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也想好好去设计一下 特别是类似deployment的这种可能还得看一下 怎么去设计这个方案 行 下面其实是跟这个协调流量调度相关的 我到时候会让这个赵明山来说 大家好 我叫赵明山 然后也是来自阿列云 然后的话是张震的同事 然后的话我重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刚才张震的话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工作 可能是之前Cross route现有的一些能力跟一些情况 然后的话最近这半年的话 我们就主要在流量方面的话有一些探索 然后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Cross route的话就是有一些金字穴发布 AP test的这种 但是其实放在社区的话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可能有的公司的话用ISO 有的是Cone 有的是NJX 还有一些是Trafx这种各种各样的 但是呢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都能一一要是满足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些接触的成本 就是如何去对接这些应用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的话社区的话呢其实是也有一些方案 就是比方说像Flagr或者像Arcure route的话呢 他们就是直接定义在那个代码里面去 代码里面去执行 包括他们的API定义的话呢 针对于每一种资源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这种API的一些定义 但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想考虑这种方式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有一些问题 就是首先就是API的话会复杂一些 就因为你每一种资源的话都有一个单独的API定义 会对大家的学习成本的 然后使用成本的话其实是有一些高 我们其实是希望就是有一个统一的一种API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种 如果是这种1 by 1的这种集成方式的话呢 就是工作量的话呢也会比较大 对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 如果是这种代码去集成的话呢 如果因为我了解到有很多公司就是 它是有一些自研的这种 流量调度的一些方案的 它可能基于社区的方案 然后自己去实现了一些自己的一些方案 然后这种的话呢 其实它如果要想使用的话 首先它可能要去内部代码要去集成 然后并且的话它要去重新打镜像 用自己的仓库这样去维护 对它就可能不只能直接用社区的进行的方式 它肯定要重新去编译构建 对然后这两种的话 基于这几个条件的话呢 我们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我们想到了一种 就是可扣感染的一种方式 就是想到了用卢亚脚本 对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左边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流量调度的一个规则 然后这个规则的话呢是一份统一的 就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traffic routing的话呢 是代表了流量的部分 然后其中service的话呢 就是代表service的名字 这个的话呢我们定义在这 因为就是它不管是什么自定义的 它其实肯定是有service的 对另外的话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叫做customer refer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是一个数组 你可以定义多个 然后也可以定义一个 然后API version的话 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你可以定义自己的API version 然后看的还有name 然后这就可以了 只要这边是page 然后的话它只把这份page 然后apply到k.js里面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traffic controller 这个控制器的话呢 我们其实在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因为k.js是有一个 unstructor这种一种机制的 其实是我们通过刚才这三个因素 其实是我们哪怕不知道这个资源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集讯里面get到 然后get到之后的话呢 我们会把这个摔给Lua脚本 因为Lua脚本的话呢 它是针对于不同的资源有不同的定义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明明有这个例子 后面会有这个例子 就是我们针对于每一种资源的话呢 都会有一个Lua的脚本 然后Lua脚本的话 它就会去处理这些资源 然后并且的话呢 根据这些规则 然后我们把这些给它刷到做一些处理 然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最后的结果的话呢 apply回k.js集群 右边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的话里面 你像下面这部分的话呢 上面中间那部分 connect range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能增加的 比方说我们会给它新增加一个service 然后的话我们会变更一些的配置 然后这个说话是包括region 然后杭州这部分的话 其实都是我们是apply进去的 它原来的配置可能没有这部分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达到了一个流量灰度的一个效果 这样好的方式的话呢 其实是有一些 就是首先的话就是它的可扩展性比较好 就是我们其实对任意资源的话都可以 因为每一份资源的话 都可以有一个Lua的脚本去处理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非常方便去集成 就大家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提交 然后针对于每一种资源的话呢 就是大家提交的话 然后就可以去使用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是不用去重新再打镜像了 就是因为它是解释性语言嘛 就是其实不需要重新打镜像 然后它就可以去直接去使用 另外的话呢 就是也是debug比较简单吧 对 然后因为Lua脚本的话 它本身你去再写这份Lua脚本的时候 它的debug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第三点的话就是学习成本的话比较低 就是我们是统一了这份API的配置 然后其实不管对于任何的资源的话 都是这份API 就是大家看的会比较清晰一些 然后方便一些 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些Lua的脚本 也比较简单 我们下面看一个Lua脚本的例子 就是上面那个我们有给例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右面这个Lua脚本 这个是一个index的一个Lua脚本 然后这个Lua脚本的话呢 它就是因为我们会把这个root 当时你想做这个分批 比方说我DEP的话想去杭州 然后或者百分比的这些 然后包括这些 一些ingrace或者e-so的这些配置 然后给这个Lua脚本 这个Lua脚本的话呢 它会去根据这些流量灰度的一些规则 然后它去增加一些annotation 或者增加一些spy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刷回来 对 然后这个的话呢 所以说其实用这种方式的话 大家其实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去 提交你自己的这种 网关的一些方式 然后针对这个的话 我们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些社区的一些文档 然后还有一些例子 然后的话可以方便 大家非常方便的去集成 大家可能只要按照这个例子 然后去非常简单的做一些调整 和修改就可以 另外的话呢就是 这些例子的话呢 可能是主要是针对两种吧 第一种的话是可能针对于社区这种 比较通用的这种 比较说像APFX 因为我们现在默认的话呢 是只给了这个ISO的这种方式 其他的话呢就是希望社区的同学的话呢 根据使用情况的话 比较像APFX这种 大家可以去提交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这种的话大家可以合入代码 然后我们到时候打到镜像里面去这样 其实社区的人其实都能够去共享 而针对于这种 真正自定义的可能只有某些公司可以使用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你可以把这个Lua交本配到config map里面去 就是Cruise的话有一个特定的一个config map 你只要配到这个config map里面去 它就可以成效 另外的话呢 这种方式的话 它的优先级会高于那种镜像 就是比方说你也是NJX NJX我默认提供了 但是你也想基于NJX有一些扩展 你想使用你的 然后你只要把你的这个Lua交本的话呢 提到这个config map里面去 它也是优先生效的 就是非常方便大家的一个使用跟集成 然后前面的话呢 就是介绍了就是大家如何去集成 下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在不断推进过程当中 也碰到一些新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是主要是微服务的场景 微服务的场景的话 可能跟之前的话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扩展了一种 就是端到端的这种 渐进式发布的一种方案 就是微服务的话呢 它跟之前的不太一样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叫端到端 其实我们内部有的时候 也经常叫全联路回度 其实我们刚刚开始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也碰到过一些用户 之前是哪家公司 我就不提名字了 对他们也是 就是他们是微服务 然后呢他们可能这次的话呢 我只发布了两个应用 比方说我只发布了B 只发布了C 然后我A没有发 但是我肯定是希望 然后我流量进来以后的话呢 我A的话虽然没有发布 但是我希望 它灰度的流量的话 能跑到B跟C 或者说的话呢 它只发布了A跟C 它希望呢 我这个灰度的流量A的话呢 能访问B的Base版本 然后去访问这个C的灰度的版本 这是一个非常正的 因为它是整条链路的话 都要求一个灰度 但是呢 它不是每次都会发布这个微服务 上下游的所有的应用 就是我如果每次的话 都是所有的应用都要发布 我构建一道新的可能就OK 但是可能它每次的话呢 只是发布其中的一到两个应用 这样的话呢 其实 不管是前面一种方案 或者像是说社区的 Argo Route或者Flagrant 其实包括社区的方案 其实目前的话 是没有解决这种场景的 这种全链路的方式 其实都是需要各个公司自己去解决 然后针对这个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是实现了一种 就是全链路的一种方式 就写的是端到端 但是我们就喜欢叫这个全链路灰度 然后我们是新增加了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的话大家可以看下面 下面这个资源的话 叫做Traffic Routing 就是我们针对于这种模型的话 我们换了以前 不管是像前面讲的 或者就是像Argo Route 或者像Flagrant 它呢每一个其实灰度的话 我都是针对于一个Department 或者针对于某一个独立的资源 我每一个的话 可能都要单独的配置 它其实没有一个串 但是这个的话呢 其实全链路的话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你的灰度的话呢 其实是一份单独的 然后我多个Application的话呢 其实多个应用的话呢 其实是共享这份灰度的这种配置跟流量 所以说我们在这份配置里面的话 我们把这个流量灰度的部分 叫做Traffic Routing 我们也叫做流量涌到 我们把这部分的话是单独抽出来 比方说这个例子的话呢 就是说我可能想安卓的用户 然后我就希望去做一些灰度 然后我其他的话呢 就是我的 还是我的正常的一些Base的环境 然后root的话呢 它主要是为了圈应用 就是这个的话呢 还是一对一的 就是我Traffic Routing的话呢 是一份配置 然后我root的配置的话 可能就是几个应用 就是几份配置 但是root它这边的话呢 不用再额外的去定义一些流量的规则 它可能只是为了圈应用 对 然后这样的话 这份配置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永道跟这些应用的话呢 全部丢圈在一起 然后你比方说右边这个例子 它是发的A跟C 它只要发布A跟C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监听到这件事情 给它构造出一个灰度的一个环境 然后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说它灰度的流量会访问A 因为B的话没有灰度 所以说流量的话还会回到B B的话呢 就是其实是Base的环境 然后后面的发的话 如果这个流量是灰度的 然后还会打到C 因为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流量的话 它都会增加一些标 比方说这是MSE的一些标 就是Ali Cloud 然后Service Tag Gray 增加这些标的话 它自然会打过去这些流量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达到了一种全力路灰度的一种效果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跟MSE就是去合作 然后达到的一种就是这种 断到端的这种 真正的断到端的这种全力路灰度 刚才其实前面讲的也就是说 我的应用可能相互之间的访问 我其实是这种可以做到这种灰度环境 还有极限环境的 但是其实我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源 比方说我可能我进来以后 我的有一些HTML, CSS, JS 其实也是有灰度版本的 其实MSE的Gateway的话也是支持这个能力的 就是你如果有灰度标的 它其实就可以使用你Gray的这种灰度的版本 如果没有灰度标的话 它可能就极限版本 另外的话呢可能服务之间的话呢 它可能有一些MQ MQ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给打通 我MQ的不同消息的话 我也可以推到不同的环境 对 当然这个的话呢就是 这个是跟MSE的 当然我们跟ISO的话呢 也可以去实现刚才的那种效果 只不过的话它可能有一些限制 我们现在还正在想办法解决 然后但是的话呢 刚才那个限制 对于阿里云的这边的ASM 就是也是ServiceMesh的一个服务 其实是可以达到 刚才这张图一模一样的效果 对大家其实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改造 把你的应用 可能只要左边这张图就可以 如果大家使用ISO的话呢 然后还想达到DLSS的效果的话呢 可能就是大家的应用里面做一些小的一些改造 比方说我可能对一些特定一些嗨的 你做一些显示的一些透传 然后可能它其实也能达到一样的效果 这样的话 后面的话我们会把这个例子到时候 会放到社区的这种 就两种方式嘛 第一种的话可能是使用 阿里这边提供的ASM的话 它可能就是不需要 业务完全不需要做任何感知 另外一种方案的话可能就是 因为社区的ISO的话 它有一些不太能满足的地方 我们可以 就是大家应用里面显示的去传一些Header 感知的去显示传信Header 其实也是使用一个社区的ISO 其实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就是Rawout的这个分享的话 大概就其实到这里了 然后我大概现在介绍一下就是OpenCruise社区 对 其实我们OpenCruise的话 其实也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 到底是什么 就是有很多人大部分都在问 我们到底是什么 我们跟K8S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其实我们把自己其实定义为 就是K8S的一个 在应用管理方面的一个扩展 就是大家其实看这个架构图 我们是把这个OpenCruise的话 画到K8S里面了 对 其实大家这样理解是可以的 对 然后就是我们是 对于K8S很多能力的一些增强 并且的话呢 其实我们对于原生的K8S 没有做任何的侵入 并且的话呢 我们跟它也不是冲突的 就是我们是跟它一个集成的一个关系 就是大家可以用我们的能力 更好的去在K8S上面 做一些应用的部署跟发布 做一些落地 可以降低大家就是 K8S原生画的这种门槛 然后的话呢 OpenCruise的话呢 主要是分为两个组件 然后一个是manager 然后的话呢 就是两个节点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是一个是demon demon的话呢 我们会部署到每个node上面 然后部署方式的话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大家拉起一个K8S集群 然后只要使用herm install的方式 其实就能够把OpenCruise的话呢 就是安装进去 然后并且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支持任意的这种社区的这种标准的K8S的这种 都可以 或者大家有一些改动的话 其实也可以 只要是社区的标准这种方案 其实我们都支持 然后我们对它提供的能力的话呢 主要是通过一些CRD 还有一些打一些label 或者一些annotation 比方说你可能在container上面打了一些启动顺序的一些环境面量 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些启动顺序的一些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是架构的话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下面看一下我们到底有哪些能力啊 对 这张图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OpenCruise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话呢 其实是下面这个渐进式发布 但是其实OpenCruise的话呢 其实在蛮多领域的话 都其实有一些扩展 就是首先的话呢 我们是有扩展一些应用的一些工作复材的 就是因为刚才张震其实也介绍到了 就是原生的department的话 还有原生的CyberSight 它其实都有一些局限性的在发布方面 首先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有一个类似于department的叫做CloneSight 然后它呢 就是能够支持这种分批 然后支持指定删除 并且的话呢 其实还支持有一些针对于这种无损这种上下线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扩展 另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原地升级的一些能力 就是大家可能 变镜像的话呢 不用再重建Port 然后直接达到一个原地升级的一个效果 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些针对于Sight Card的一些管理 Sight Card的话呢 是这样的就是 我相信就是使用K8S的很多公司应该都用到Sight Card 但是K8S里面对Sight Card的一个处理的话 其实是它没有有单独的资源 它其实是需要大家配置到department里面的 我们的话定义一个叫做Sight Card Set的一个资源 大家把这个资源的话呢 定义好 然后你需要的这些Port上面可能打一些特殊的Label 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些Sight Card给你注进去 就能够做到一个无感注入 独立配置 另外的话呢 还能做到一个独立升级 就比方说你如果这个Sight Card的话 你只变更了一些镜像 然后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Sight Card Sight里面的这些image版本给变了 我们就可以去独立升级这个Sight Card 并且在过程当中如果是成功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做到Port的不同件 并且业务不会汇无感 然后Port的其实也不会变成NotesReady 对 然后有这样一些效果 另外的话呢 其实还有一些 在那个 一些增强的一些运营能力啊 比方说容器重启啊 然后镜像预热啊等等 还有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些NameSpace 然后CRD啊 这些一些防进来删除的一些能力 就是防止大家一些物操作 或者代码出现一些Bug之后 然后出现一些雪崩的一些情况 另外的话呢 我们其实在这种弹线分区管理方面的话呢 也有一些探索 就是可以放 就是比方说你可以把你的 你有一批ECS的机器 你希望的话呢 优先掉到Port的话 优先掉到ECS 然后ECS如果资源不足的话 再掉到ECI 然后我们这种的话呢 其实这只社区的话它可能是做不到的 然后倒是如果缩融的时候呢 可以优先缩融ECI的这种机器的Port 然后再去缩融ECS的这种Port 然后来为大家做的一个降本的一个情况 这是上面的这些 另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做Open Cruise Game 这次的话其实也有ETO 我不知道有同学 有没有这两天好像听到过这个名字 对 然后的话这个的话 主要是在游戏场景的话呢 做的一些探索 它呢其实也是使用了 我们的扩展的工作负载 叫做Advanced Steps Advanced Steps的话呢 对比原生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有一些 你可以指向删除啊 然后指向塑融 然后还有原地升级啊一些能力 然后的话呢 Open Cruise Game的话呢 它是针对于这种游戏 Game Server自定立一些能力 然后它的底层的话 其实也是Advanced Steps在的 Open Cruise Game的话呢 主要是可能有一些 比方说我有一些定向缩服 因为有一些可能大区啊之类的 然后大家可能需要定向的去做一些服务 或者定向的去做一些 某些特定Port上面的Node 还有一些就是 Port需要对外直连 因为游戏的话呢 它是有状态的 就是它不能够经过SLB 再负载均衡一层 它需要客户端的话直接连接 因为游戏的话那些数据的话 其实都是在内存里面的 对等等这样一些能力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 当然这种的话呢 也不只是仅仅局限于这种游戏的 我相信对于那些 真正的可能有状态的一些服务 可能跟游戏Game Server 有一些类似特质的 其实都可以去参考这个项目 对 最后的话呢 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社区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大概是2019年 就其实是捐信到SenseF了 然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这种孵化的这种阶段 然后的话 大概的话我们是3到5个月的话 可能会出一个版本的话 然后我们在上个月的话呢 刚刚推出了就是1.5的一个版本 另外的话呢 其实今年我们跟 有一个蛮大的不同 就是今年我们社区的话 参与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广了 就是有很多同学的话呢 其实也记忆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建设当中 然后给提了很多非常好的一些PR 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 进来多多参与一些我们的社区这些建设 另外的话呢 我们就是大概会每两周的话 会开一次社区会议 然后的话呢 就是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进来参加 右边的话 这个这是微信 以及叮丁的一些群儿 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下 然后到时候有问题 右边这个 这是我的这个微信 然后左边这个是叮丁群 然后大家可以加一下 然后到时候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有些交流 然后不管可能是QS 或者OpenCourse 或者之类的 大家都可以 对 现在还有时间吗 你已经掏实了是吧 好吧 我们其实前面有一个简单的demo 然后其实讲这么多 然后我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吧 对 然后放下这个demo吧 这个demo其实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对 然后大家其实了解 我们Course到底 ROAT到底是咋工作的 其实前面讲了这么多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吧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 Echo Server的一个服务 然后它有一个Department 然后是一个Echo Server的一个 一个社区的一个镜像 还有一个就是Service 然后还有一个Ingress 这是其实你一个服务 对外外部服务 或者之类的服务 你想要去对外应用最基本的几个资源 是吧 然后就定义在这 然后的话 除此之外的话 你只需要额外的去定义一个 CrossedRoute的一个资源 然后就是刚才那几个资源 其实你都不用去动 也刚才提到我们一个非侵入性 是吧 然后这样的话你去定义一些P次 这个我是定义了三P 第一P的话呢 灰度10%的Pot 然后的话5%的流量 第二P的话20% 然后第三P的话就100% 然后现在的话呢 这个是用的GitOps 跟这个Argo CD 然后我们做的一个演示 这个的话代表 我现在有三个分支 第一个是Stable 然后这个分支 这个的话代表 我们现在Route的一个状态 是Heresy 就是一个正常 下面的话 我们将做一个用Argo CD 然后做一个版本的一个升级 我把它这个分支切到了V2 V2的话 我大概是 右边这个的话是一个访问的 就是代表的是V1 V2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Department已经开始发布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Route的一个状态 现在的话呢 是在调流量 它第一步的话会变副本 变副本如果我们会判断的检查 是不是成功 如果成功之后的话 才会进行第二步 大家也可以看到 可能大概已经有5%的流量 会切到了新版本 然后其他的话 95%的流量还是老版本 这样的话呢 你人工检查确认OK之后 我们提供了一个命令行的一个工具 然后这个命令行的工具的话呢 可以进行在下一批 因为我们第一批的话呢 大概是人工确认 后面那个批词的话呢 我是为了节约时间 我是Sleep了5秒钟 你也可以比方说Sleep一个小时 或者之类的都可以 对 然后它现在正在发布第二批 第二批的话 在挥度一个实力的一个过程 然后现在挥度实力完了之后 它再调流量 所以说我们CostroRoute的话呢 它其实就会去调节这些 一些流量 还有一些实力的一些配置 然后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等待10秒钟的话 会进行一个下一批 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自动已经进入到第三批了 第三批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 100%的这个流量全部都切过去 对 然后大家可以 这会儿的话 应该是在发布实力 大家可以 其实通过右边这个图 应该能感觉到 可能现在已经发布完了 对 其实大家通过刚才这个过程 应该能感觉到 就是可能 使用CostroRoute的话 对你而言是没有太多的侵入 另外的话呢 其实它的使用非常简单 我这个例子的话呢 虽然是一个GitOps 就是AQCD的 但是其实你是针对于Herm 或者你自建的一些Path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或者哪怕你 库库库的Apply 其实也可以 因为我们其实是监听的 KBiOS Apply的这种 事件 所以说就是你 任何的这种都可以去对接 这是一个正常发布的 下面我会有一个简单的例子 刚才我其实已经执行了 刚才有个简单的例子 应该是我去Sync 发布了一个 错误的一个版本的分支 大家也可以看 右边是一个File的 然后我这第一批 是5%的流量 我现在可能人工检查 就已经 我发现失败了 所以说我回滚的话很简单 我只需要把 刚才那个Wear的版本的分支 我在Sync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对就是你只需要 把原来的版本Apply下来 就可以完成一个回滚 对就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不用大家 就是没有改变你任何的这种 以前的这种习惯 也还是正常的发布 正常的回滚 正常Apply你的资源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呢 都是一个旁路式的 然后它可以去 旁路式的去监听这些事件 然后达到这种 去做一些相应的这种行为 对 就这样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话筒 话筒交给你们 还是直接交 好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这种发布模式的话 其实它是分两种发布模式 我没有一种的话呢 我会前面那个其实你会 运动的其实不动的 对 所以说其实你 用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它 你虽然看到的是这种过程 但是其实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方式 可以的 可以的 对 直接Apply就可以 可以做到的 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 你可以改任何的配置 就包括你的P次的个数 然后你的配置 然后包括你的流量的配置 或者Replicate的配置都可以 对 不用 其实它那个 像你说的NVAL 应该就说的是ESO 对不对 我可以 它主要是Water Service 对 所以说我们 对 所以说我们 因为它的 它的资源的类型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那个Lua脚本的话 是其实是 你可以认为是一对一的 你知道我们 我们默认也提供了一个 一搜的Lua脚本 其实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如果 比方说你要去对接的话 其实它 它搭给Lua脚本的话 就是你这个Lua脚本 去操作Water Service 然后我们也会把 此次这批灰度的这种 流量的数量 还有Replicate的一些数量 然后这也告诉你 你其实按照这个东西 然后你去达成一个 目标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 自动给帮你Apply到 Kpies集群里面去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认为 你想观众哪种资源 你的Lua脚本 就只是那一种资源 然后的话你对它 进行操作竞争术 编写就可以了 对 其实它不是那种 就是Nvoi 就是本身或者Nx 那种Lua脚本 其实我们这个Lua脚本的话 主要是 改Water Service的一些配置 对 可能跟想的不太一样 你现在是碰到什么问题了吗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了 对 现在新版本是有的 应该1.4或者1.5就有了 原地 原地升级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你这个Cue是怎么触发的呢 那可能不行 但是就是 其实Cruise是有一个重启动作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Cruise重启动作 我们 对 就是因为我们 那你们是想怎么重启 就是你们是CuePow的 还是DeletePow的 其实好像也可以 就是是不是我们 CloneSight里面有一个annotation 然后你可以去指定删除 其实就是你想要的方式 但是你如果从过其他第三方的 我们能够接触什么 感觉这个 我们好像 但是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 咱下来再们交流一下 因为如果是外部的这些 感觉我们要是所有的都拦截 这种Delete或者是之类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一些 比方说他可能不想用什么 这种能力的人 因为我们是 UI误会肯定是可以拦截的 但是就是你会不会扩大范围 所以说 其实如果是通过Cruise的这种路径 去操作的话 其实我们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但如果可能不是的话 可能可以下来再交流 今天就 Cruise就分享到这里